大家好 我是小玲 快到了聖誕節 我們今天做一個比較有聖誕氣氛的菜式 做一個聖誕紅莓鴨胸 好 我們首先處理鴨胸 我們盡量可以買到 就買法國鴨胸 也不是太難買 其實上網也很容易買到 為什麼要用法國鴨胸 就不要平時凍肉店 可能大陸或者是 那些十多元的就太細 而且肉比較薄 鴨肉味也不太濃 如果買到法國鴨胸 它比較大塊 而且鴨肉的味道也比較香濃 做出來的效果就會很不同 例如急凍的就先解凍 如果不用的就可以 塑一塑乾血水 然後我們就在表皮上 用刀輕輕垂直 沿著它割一些物 就不用割到肉 然後我們就醃一醃 醃料方面我們就 加少許黑胡椒 加少許鹽 加少許肉桂和丁香粉 加少許肉桂和丁香粉 這樣就搓勻了整塊鴨胸 放在這裏 等它醃一會 好了 我們現在就煲一煲水 因為我們稍後會做一個泥墨沙律 所以我們就先煲的水 灑一灑泥墨 通常的水 例如1比3 1比2 其實都可以 可以放下去 有它稍後水滾 大概煲它 10分鐘左右 就可以隔停水 等它放涼 這樣就可以稍後用 我們就 先切掉材料 我們就 預備一個橙 橙 我們需要的就是 橙皮和它的橙汁 只是切橙色的部分 盡量切長一點 大概要半個橙 這樣就夠了 什麼為之只要橙色的部分 就是 譬如我們中間看到的白色 待會用完它 就會比較苦澀 所以我們就會切走它 我們再把橙皮切絲 橙皮切絲 橙皮切絲 我們會把橙汁切出來 另外我們也要少許檸檬汁 有個羽衣甘藍用來做半碟的沙律 我們就加少許橄欖油 和檸檬汁先拌一拌 羽衣甘藍的橄欖油和檸檬汁會更脆 這裡有個紅石柳也是用來做沙律 我們可以中間切開一半 然後把肉撐出來 泥墨大概煮了10分鐘 現在可以拿過來瀝水 現在主角就回到鴨空 第一樣是火雞、牛扒 通常吃來吃去都是肉類的 香港人很少說會做鴨胸 但其實外國很多時候鴨肉 這些都是他們常用的菜式 這個方法除了可以用來做鴨胸 用來做鴨腿等等都可以 我們現在先煎鴨胸 這個鴨肉也要放少許油 然後把鴨肉放在鴨上 但不用太多了 因為鴨胸皮也有很多油 我們割了一些坑 就是讓它稍後的油可以出來 這樣就輕輕撕掉鴨 稍後就放鴨胸進去煎 記得煎的時候 就是鴨皮向下 我們煎到鴨皮脆脆脆 然後才煎另一邊 好了可以把它放進去 基本上放進去 不用管它 不用動它 因為我們主要現在 就是要把鴨皮煎香 煎脆它 所以不用反它 也不用特意動它 要保持有些油在旁邊煎著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它是放平 每一整塊皮都可以接觸到鴨 如果它拱起了或者彎了 你就變了有些位置煎不脆了 鴨胸開始煎熟的時候 鴨皮會收縮和捲起來 所以我們這樣斜斜的一隻鴨 就可以把油浸著鴨皮 把它煎或炸成脆 這樣就不會有些部分 捲起來了 就碰不到就煎不到 而且也可以不用太多油 但變成油也可以浸著它 而且鴨皮 我們剛才割的坑 它自己都會不斷地出油出來 所以油都會越來越多 但記得不要太過慢火 因為鴨油出來 鴨油的肺點比較高 它很容易就會很大煙 而且油會黑和焦 所以我們也是慢慢地煎它 慢火煎 一來就可以慢慢煎到皮脆 油迫它出來 而且也不會怕煎到鴨肉露了 你大概可以揭開它 裝一裝 我只能反轉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鴨皮 轉了金黃色 你按下去 感覺到它是脆脆脆的 你可以反轉它 再另外那邊的鴨胸 可以多煎一會兒 大概煎它30秒至1分鐘 就夠了 漂亮的鴨胸 你可以當它是一塊漂亮的牛扒 這樣煎 即是玩具話說 其實是不需要煎到它熟透 所以我亦都怎樣建議大家 買這個法國鴨胸 如果你買大陸的急凍 我就不建議大家 煎到它有少少五成熟 那樣的狀態 現在就可以把鴨胸夾起來 拿一張紙吸一吸它的油 幫助 剩下的鴨胸 其實現在有很多鴨油 很香 但我們現在不用太多 所以倒起它 剩下大概1湯匙的油 在鴨上 現在我們再調小火 我們現在開始做橙汁 可以把剛才切好的橙皮絲放進去 用小火慢慢煎香 煎的過程會聞到橙皮的香味 煎到它表面有少少金黃色 它夠身會軟了少少 不用煎太久 因為煎太久 它會越來越收縮得快 它會越來越乾 煎香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橙汁 現在的材料可以一次過放進去 橙汁 雞湯 我們有個肉桂條 和橙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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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之後 可以開大火一點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就是把這個醬汁 煮到它變成一個 比較稠的醬汁 醬汁在滾的時候 我們可以拌好沙律 剛剛 我們拌了乳衣甘藍 你見到乳衣甘藍 它塑了油和橙汁之後 它會變成半透明狀態 我們就拌回剛才的泥物 還有那些紅石榴 你只看下顏色 都已經很有聖誕氣氛 這個沙律 我們就加一點 意大利黑醋 再輕輕拌一拌就可以了 煮到醬汁 你見到底部 開始起泡泡 其實就差不多了 收得七七八八 我們可以先把肉桂 先把肉桂 那順便可以試一試味 看看夠不夠甜 或者夠不夠酸 你想酸些的 可以倒一些檸檬汁 調回你的橙汁 很酸 不夠甜 你可以加少許糖 我們現在再加多一個 紅莓啫哩 因為它本身都有糖分 你可以待會再試它 夠不夠甜 要記得整個過程 都用慢火少許去做 否則很容易突然一下就收乾了 你說如果真的收得太乾 好像不夠水 那怎麼辦呢 可以加少許酒 也沒問題 想酒香再濃一點 就可以最後再加多一點 那煮到它好像糖漿的狀態 就可以了 關火 將鴨胸放上去 塑一塑它的醬汁 那我們就可以預備上碟了 我們這個呢 聖誕版的紅莓香橙阿胸就完成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阿